本以为高伟光粉丝已经很难了,直到遇见了迪丽热巴的粉,近日三生三世枕上书正在热播,该剧刚播出的时候正值疫情最紧张期间,所以虽然剧播出了,但是主演们几乎没有做什么宣传,如今该剧剧情进入高潮,疫情也已经缓解很多,各行各业也开始复苏,演员们也开始营业了,继上周高伟光和粉丝互动之后,迪丽热巴也线上营业宣传新剧, 上周高伟光以东华帝君投吻和粉丝们线上互动,粉丝们都想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能够和偶像对话,结果没想到前排全部被各路明星沾满,和高伟光在剧中一起对戏的演员们,都带入角色投吻和高伟光互动,本来以为高伟光粉丝已经很难了,结果本周迪丽热巴互动宣传的时候,我们才知道最难的还是后面,和上一次高伟光一样, 迪丽热巴早早就预告了自己将在下午和粉丝互动的消息,当看到高伟光和粉丝互动的时候,热巴粉就已经眼馋得不行,一直在等待自家偶像的翻牌, 对他们而言,纵使知晓要和各位明星抢位置,但只要偶像能与粉丝互动,哪怕机会很渺茫,但是也值得跃跃于是。